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29日,李小璐被拍到雨无惊,Pcon一起吃饭,饭局结束后,三人一路前行走回Pcon的家中,此时李小璐的老公贾乃亮正在直播,网友问嫂子李小璐去哪了,贾乃亮回答说弄头发去了,凌晨2点40,Pcon加七灯,但始终没有等到李小璐出来的身影。 第二天早上8点,Pcon去送李小璐,送完后自己返回家中,这其中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,真的令人匪夷所思,李小璐PG1,PG1,晚上娇姐姐练说唱,她技术不太让我很难看,我没有耐心也不知咋办,她说她要不当果这样你就更好玩,我say no,我是Pcon那些圈子里的肮脏事情, 全部都是别的伙伴,李小璐,她我弟弟,我有分寸,贾乃亮,老婆做头发去了,Pcon发博回应深夜事件,贾乃亮是哥哥,李小璐是嫂子,真是当哥哥嫂子一样的相处,没太避嫌,以后会更加注意,看了这声明明显Pcon的声明不成立了, 就说了一句没太注意分寸,都过夜了还只是没注意分寸,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这时候不仅让网友怀疑,这二人是否早在中国有嘻哈比赛的时候,就有猫腻了不然那时候李小璐怎么会如此支持他,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,就引发网友思考了如果本来,他们夫妻双方就是各玩各的,那贾乃亮就是手段太厉害了,如果不是,那李小璐出轨坐时,孩子甜心受伤最大,事态具体怎么样,我们也无法深究,毕竟贵圈这么乱,大家还是静态事情。 感谢观看